重生回到末世前十天 我囤了一万吨鲜肉 变成丧尸后 总有一伙人过来找茬 所以我准备开着挖掘机 把他们一网打尽 堡垒中赵鹏等人听到挖掘机的声音 顿时一惊 这是什么东西 丧尸竟然会开挖掘机 看着眼前的铁门开始出现裂缝 天龙吩咐道 快拿家伙准备和这群丧尸拼了 此刻所有人都拿出了武器 天龙甚至拿出的是一把剑 很快大门就轰敲了 剑身教练手拿大石头第一个钻了进去 并直接朝人群扔去 紧接着女丧尸进来后 有一名打手直接向前砍去 可是女丧尸是速度行的 瞬间夺取她手中的刀 一刀斩下大手应声倒地 赵鹏一群人大惊失色 他们是第一次看见丧尸竟然会用刀 真是见鬼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然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一只弩箭刺穿了小弟的身体 他们瞥眼望去 只见博士丧尸在黑黑地笑着 当还想拼一拼的众人顿时软了下来 因为看到这样一只训练有素的丧尸小队 他们自知完全不是对手 赶紧逃离了 往后撤去 我走进来后 三名小弟也乖巧地跟在了我的身后 我们往前追去 发现这里关着各种各样的丧尸 还有人类 这赵鹏果然不是什么豪鸟 另外赵鹏一群人正躲在一个房间内 那些丧尸会使用武器 还会开挖掘机 肯定具有人类的智慧 或许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谈 对对对 天龙连连点头 觉得这很有道理 如果能谈龙 就能活下去 而且我好像认识其中一个丧尸 他叫亮仔 末世之前还有点交情 就在这时亮仔等人已经走了进来 赵鹏紧张到了极点 等一下老弟 咱们先别动手 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赵鹏啊 我当然认识 这里你臭名远扬 谁不认识啊 赵鹏刚想解释什么 可惜没机会了 我手一挥 小弟们就直接冲了上去 从此这座堡垒中 再无幸存者 此时在外面等待着的小柔 听着里面的惨叫声不断 脸色也难看了下来 没一会儿我带着小弟们便走了出来 老板 咱们现在去哪 麻烦解决完了 当然是回家了 重生回到末世前十天 屯一万吨鲜肉 我变成丧尸后 仅仅靠吃肉就觉醒了领域 躺赢所有人 我解决完赵鹏一群人后 就带着小弟们回到了家中 在末世中 我们过得非常的惬意 丧尸小弟们平时都在不断的训练 我按时一日三餐给他们投喂食物 小柔每天就打扫卫生 煮饭洗碗等等家务活 而我则是在储物空间内大量的吃肉 吃了十天左右 就在我吃到一百吨的时候 我双眼发出红光 脑袋豪痒 感觉要觉醒能力了 突然一束红光降临 一个领域以我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开来 这是靓仔觉醒的能力 诗语 以我现在的实力 领域范围只有十米左右 此时不经意间 小柔被领域笼罩其中 小柔瞬间降住 不能动弹 没想到这领域竟然这么强 那岂不是说十米范围内 我无敌了 我收回了诗语 这是怎么回事 小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看向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亮仔 此时静诡异的消失不见了 这是诗语的另一个能力 隐匿 不仅可以让我隐身 还可以无视地形 轻松的穿墙而过 小伙伴们 假如你们有这种能力 第一件事会干嘛呢 好强的能力 不过这个能力会消耗我的精神力 不能一直使用 我突然出现在小柔的身前 小柔被吓一跳 太诡异了 老板 刚才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变得更强了而已 小柔点点头 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在这期间 我的三只丧尸小弟也变强了许多 健身教练力量变得更强了 轻松的便能举起两辆车 以后就叫你肌肉男吧 与丧尸速度变得更快了 奔跑时都出现了残影 以后就叫你小八 唯一奇葩的就是博士丧尸 我都不知道他哪里变强了 只是隐约的感觉到 他头上好像隐隐有绿光闪现 这段时间内 我就放任他们自由活动 任其野蛮成长 我走到街上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如今街道上的丧尸 已经可以开始奔跑了 普遍速度都超过了正常人 很显然 所有的丧尸都在进化 不知道人类那边什么情况了 我早回家去准备看看电视 还能不能看到新闻 当一打开电视 里面竟然在直播 末日 丧尸爆发已经一个月左右了 在我们专家不断的研究中 发现少部分人类身体正在进化 力量的源泉 就来自于头内生长出的单状物体 如果有人类觉得脑袋发痒 那很有可能就是要进化的前兆 果然人类也开始进化了 不过目前看来还并没有人觉醒能力 专家说的单状物体成长到一定地步 就会变成金河 到时才会觉醒异能 无论是人类还是丧尸 自己应该都是第一个觉醒能力的 不如去找几个觉醒者试试 重生回到末世前十天 囤一万吨鲜肉 我在半个月内就吃了一百吨牛肉 并成功地觉醒了失欲 与此同时 人类那边也慢慢地出现了觉醒者 我应该去找找这些觉醒者了 顺便试试我刚觉醒的能力有多厉害 于是我走出了家门 而三名小弟都自由活动去了 此时也不在附近 我也没打算带上他们 我在附近游荡着 大概走了半小时左右 我突然闻到了人类的气味 气味来自于这植物园里面 比较怪异的是这附近空荡荡的 竟然没有丧尸 不过我并不怂 直接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所房子 传来了轻微的呼吸声 有人 不过我并没有进去 因为不远处还有两个身影朝这边走来 他们两人的状态很好 看样子并不饥饿 身体素质超普通人 难道是人类觉醒 怎么 我立马使出了领域的隐身技能 他们很快就走了上来 咦 这里好像有活人啊 蓝衣服男子点点头 这下也有乐子了 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美女啊 肯定有 我记得这里的小姐姐可漂亮了 这两人已仗着自己是半觉醒者 在末世中有恃无恐 他们不仅抢夺食物 还抢夺美女 这种人真的是太可恶了 待会别着急 先骗他们把门打开 蓝衣男子上前敲敲门 顺便说了个谎 喂 里面有人吗 我们是避难所的觉醒者小队 来这里救援幸存者的 我直接穿墙而过 只见里面三人听闻是救援队的 心里有些激动 终于来救我们了 嘘 小声点 可别把怪物引来了 而且万一他们是骗人的呢 那咱们开不开门 旁边的女生说道 我看避难所发公告了 确实有人身体净化 组成了觉醒者小队 正四处救援呢 那行吧 那开门吧 反正食物都快吃光了 也没其他办法了 他们缓缓把门打开 两名男子立马钻了进来 还真有美女啊 你们是避难所的救援队吗 当然了 那太好了 快点带我们走吧 别急啊 我们只救美女不救男的 女生听懂她什么意思 慌张地说道 大家小心 看他们的装扮 根本就不是救援队的 你这小美女还挺聪明吗 刹内间 两人露出轻狠的表情 瞬间抓起另外两名男子 救命啊 都世界末日了 谁能来救你们 而且我都快是觉醒者了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半觉醒者就这么狂 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大实力呢 这两个都会吓一跳 这怎么还有个男人 而这三名幸存者 看到了这人竟然是凭空出现的 几人倒吸一口凉气 你究竟是人还是丧尸 而蓝衣男子毫不在乎 管他是人还是丧尸 直接干掉不就好了 太天真了 那你就来试试吧 重生回到末世 前十天囤一万吨鲜肉 吃得越多升级越快 我觉醒领域后遇到了两个半觉醒者 小子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 他一拳就向靓仔打去 随即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男子的拳头竟从靓仔身体穿了过去 什么情况 这人明明在我面前 为什么我却碰不到分毫 一股强烈的不安感在心底蔓延 我转身瞬间刺穿了蓝衣男子 后方几人都看呆住了 另外一个同伙刚想跑 同样被我瞬间解决了 看来这个半觉醒者也不怎么样嘛 其余的几名幸存者哪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被吓哭了 求你别杀我们 找了我们吧 我打量着这三人 普通人对我的意义也不大 嗯 我不会碰你们的 真的吗 我点点头 我又不是魔鬼 以后你们少信这些陌生人吧 这次还好 你们遇见了我 突然 无外传来了壮心声 幸存者三人面容死灰 完蛋了 是那只牛王 肯定是我们声音太大 把他吸引过来的 墙面被撞得轰轰作响 很快就被撞开个大口子 而我站在原地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头变异兽 这么大块头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 身为一个狮王 主打的就是一个吃字 什么 你竟然想吃它 你们就别管了 赶快走吧 这里交给我了 那你小心点 我们就先溜了 牛王刚想出上来 我就使出了失忆 刹那间 我眼中冒出红光 失忆向四周蔓延开来 牛王刚接触到领域 随即身体一抖 巨大的压力向他袭来 直接将他压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 看来这狮王领域对于变异兽也有巨大的压制力 我拿出匕首走上前寻找着什么 因为这只牛已经变异 体内肯定有鲸盒 我看着眼前的鲸盒 一口就将其吞下 叔父 这鲸盒能量精纯 感觉自身的实力又增长了许多 这只牛王也被我收到了储物空间内 这些肉也是宝物 带回去给小弟们尝尝 搞不好它们就能进化了 接下来我回到家中 桌子上摆满了肉 我正在美滋滋的看着电视 欢迎收看直音新闻 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最近我们发现不仅人类会变成丧尸 还有很多野兽也变异了 并且变异后的野兽比丧尸还要可怕 跟下班 我刚就解决了一个 可见外面现在是危险重重 到处都是怪物 不过我根本不担心 我每天在家里还有小柔伺候着 房子外面还有三名小弟把手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 这三名丧尸小弟在自由活动期间 竟然也收了上千只丧尸作为手下 现在看来 无论是觉醒者还是变异兽 都不敢轻易到我家来造次了 重生回到末世前十天 存一万吨鲜肉 我击败变异兽后 又在家中走了十多天 西间吃了上百吨的鲜肉 我的实力也突飞猛进 施域范围扩展到了二十米 不过最近几天我发现天空中老是有直升机飞过 人类的活动便频繁了很多 肯定是人类觉醒者正在四处救援 据我所了解 如今避难所里人数已经发展到了上万人 其中觉醒者就占五千 并且他们还排列出了前一百名觉醒者名单 序列号从零一到一百 实力从墙到弱排序 零一的最强 这天我正在家中看着新闻 突然看到了两个熟人 今日救援队消息 我们已派出救援队人员小洛和强哥 两位觉醒者即将降落大学城附近 请附近幸存者等待救援 我突然一愣 这两人不是我在孤儿院的儿时玩伴吗 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救援队的一号和二号 小洛觉醒的能力是痛苦转换 身体感受到的疼痛越多 实力越强 而强哥则排在二号 觉醒的能力是狂化 狂化期间智商彻底归零 但实力大幅度提升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观看救援队现场直播画面 此时小洛和强哥正在走廊里 手上拿着电与丧尸战斗 没一会儿丧尸就被他们清理干净了 同学们出来吧 这里已经安全了 直升机在顶楼 大家快跟上 很快他们一路就杀到了顶楼 顶楼竟然都是被干掉的丧尸 中间还有一名年轻人小洛走上前问道 这里的丧尸都是你干掉的吗 没错 是我 我也已经成功觉醒了 很好 那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吧 青年人猛笑一声 呵呵 我为什么要去避难所 在那我还要被人管着 然而我现在在外面就是神 我看 你们也别去了 留下来一起伺候我吧 小张 你疯了 赶快和我们一起走 别说了 有些人觉醒能力后 性情难免会发生变化 你小子还敢说我 紧接着 小张拿起小刀 瞬间自向那同学 不过被小洛用手臂抵挡了下来 小洛面无表情 小张眉头一皱 这家伙难道没有痛觉吗 小洛触发了他的能力 痛苦转换 一拳打飞了小张 不愧是救援队的一号 实力非常的强大 各位幸存者放心 避难所一定会救下大家的 看完直播 突然我听见外面传来哭声 我走出去发现 小花和鸡肉男竟然真的在哭 鸡肉男身上还有很多伤痕 在他们的哭声中只传达了一个意思 有人欺负我 怎么回事 此时博士丧尸走上前来说道 大哥是人类 他们来到我们地盘 还想要立伤我们 其中还有凝聚鲸盒的人 可以操控火焰 什么 竟然是火系异能者 看来在家 搞了半个月 也该出去转转 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老大了 red